虽然现在可以用网络报税或者是手机报税 不过还是有部分民众习惯到柜台 由专人来协助报税 因此国税局花蕾分局到6月底之前 恢复提供所得税报税的领柜服务 不过为了控制现场的人数 民众必须事先网络或者是电话预约 而国税局也加强了各项的防疫设施 要让前来报税的民众可以安心 5月份因为肺炎疫情三级警戒 申报众手税的柜台服务暂停 同时也把报税期限延到6月30号 但越接近报税截止日期 发现还是有部分民众无法自行使用网络 或者是手机报税 因此国税局6月中恢复了提供柜台报税服务 不过必须请民众事先用网络或者是电话预约 以掌控现场人数 那我们到目前为止 我们以我们去年度的总申报数 6万8千件来讲 到目前为止 已经就说完成大概有5万7千多件 大概占总申报数的83.9 那换句话说 还有16%的人 大概就是还有16%的人还没有来 那你可以上我们的这个网站 上我们国税局的网站 来申请预约网络预约的话是预约隔日跟次日跟次次日的这个一个这个名额 那另外还有个方式可以电话预约 那电话预约那你也可以我们就说 你也来只要是报上名字电话预约来我们也是优先跟您服务 那还有个方式是线上预约 到我们的那个花联分局的那个网站那边线上预约 就是说你在你可以预约就是说 那我们可能预约你要预约一个时间 那来的话 那我们会给你一个号码 那以后来来这边我们会给你一个QR Code 那你QR Code来扫一下我们QR Code 我们又就个一个线上预约的一个号码 国税局华联分局也加强了现场的防疫设施 除了人数控管 报税座位距离1.5公尺 还加装了隔离板 进出动线也分流 户外等候区要实名制 凉额温 酒精消毒手部 等待座位也有安全距离 同时采叫号方式进入申报 希望可以避免民众接触 产生染疫的风险 国税局也呼吁 如果身体不舒服 或者是有发烧现象 千万不要到现场 以免造成其他民众担忧 有任何的所得税申报问题 也可以拨打免费服务专线 0800-000321来查询 月轮会幻视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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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薦恤 月轮会幻视报导 月轮会幻视报导